各位安安 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是Switch動物森友會的日記第三集 本次主題是我的初階釣魚挑戰 一次五十了 看能不能釣到一頭好魚 在這之前講一下我自己的進度 博物館正式開張了 還有非常寒酸的釣角開幕儀式 這個進度的玩家們會接到 狸克這個債主要你收集三個未來島民房子的家具 雖然一開始看起來很勸退 但其實難度不難 主要都是一些過往我們採集資源的東西 整個去做延伸而已 在製作道具的時候按A鍵可以加快速度 整體可以稍微減少一些時間 另外補充一個要擺在外面的家具 是要直接丟在房子的預留地附近 直接點腳腳箱是無法腳腳的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因為都把事情做完了 所以我就決定本期的企劃 釣魚賺大錢換站 首先是收集魚餌 魚餌的來源是蛤蜊 那我的方式是在島的外圍做一個循環 看你是要順時針還是逆時針的方式 那看到土水的區域開挖就對了 通常這樣子可以一直不間斷的收集 另外身上再帶製作台 這樣就能夠直接現做魚餌 釣竿的部分我自己是帶了6個左右 那以防我自己到時候壞掉了還要跑來跑去 而釣竿我是直接選擇從商店購買 就不用再收集材料 因為很快就會壞掉 釣魚的時候要抓準區域範圍 魚餌的位置是比較靠近橋面的 所以我們要後退幾步再來釣魚 讓魚能夠快速的看到魚餌 而釣魚的技巧就是聽到落水聲的時候收乾 那只要抓好時機幾乎都能夠抓到 我自己的話是50個餌 抓了44條魚 應該還可以吧 釣魚當然也有很想哭的時候 比方位置沒有抓好 那你預判的位置又跟魚的位置不一樣 那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最後來總結一下這一次的收穫 那這次沒有釣到什麼稀有的魚 那比較好的就只有調石斑燈籠魚和比目魚 所以以後有機會再來挑戰100餘餌的釣魚吧 那我是PonPon 本部日記影片在這邊結束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